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汉奸、日本间谍,曾与其往来的日本新闻人员田扮演,对其作出如下评价,他所具有的武器是绝大的美貌,爱新觉罗王朝的高贵血统、金钱和势力,以及才华横溢与头脑敏锐,但他的悲剧的念根意在于此,他平生既无理想,亦无信念,更缺乏现代人的性格,可见其美貌, 然而看过他包妹的绝版旧照,才知道什么叫清丽家人,金墨玉,原名爱新觉罗显齐,清朝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袭第十七女,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妹,川岛方子包妹,她被称为清朝最后的哥哥,金墨玉龙貌清丽,气质典雅, 但是的她是一位不知仇滋味的大小姐,比姐姐川岛方子还要美上三分,听中国建国后,金墨玉智力与教,玉事业和中日友好交流活动, 这位名人有过两段婚姻,一生坎坷,但他却说,他这一生做过的最正确的是有两届,一是没有去香港,一是在监狱中没有陷害过任何一个好人,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,我的家庭教师告诉我,高尚不是别人笑的时候你不笑,它是一种品德,高尚的人,一年中必须找一天闭门思过,想想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,你认为正确的,就坚持到底,不要管别人怎么想,不得不感叹的是,世人皆知穿倒方子的美貌, 看完开宝妹的绝版就照,才知道什么叫清丽佳人,大家对此怎么看待呢,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援护联网,完全归属作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